当时师范毕业之后 我在乡下教书教了几年 那后来又读书的话 之后一直就是在开始又读书了 一直读到硕士博士毕业 然后又教书 我是这个比较幸运 就是我喜欢文学 然后我一生子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 那幸运的也找到了工作 也刚好也开始写作 也能够去以写作为生 我觉得我还算比较幸运的 但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 我始终在坚持 所以不管当年我是在乡下教书 我也坚信 我还是能写作的 就是我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包括后来再读书 我也都报了中文系 因为我觉得我要写作 我肯定是中文系 最终也没有说一塌糊涂的 我是想 如果你有一个特别鲜明的兴趣 就是我是这样来想 比如像文学这种 那我对我生活没有那么大的预期 我觉得我吃完面条就够了 那我就可以追求我的文学 但假设说你承受不了这种压力 那你说我的家庭一定要让我吃鲍鱼 你吃面条不行 那我们就老老实地去 去找到能吃鲍鱼的工作 比如说你的压力 你的家庭条件特别地艰难 那你的父母没有任何的劳动能力 你的家庭也非常的复杂 或者怎么样 那我觉得其中的牺牲一下也难免 也很正常 年轻的时候不要钻牛角尖 这个牛角尖指的是 当我们要为生活牺牲那么一点点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的 但如果说你的家庭 对你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要求 那我就沿着自己方向 我先走 你的家庭说 你一定要学法律 那我就不学 我就想学中文 因为你家庭也不需要你职员 我干嘛非要学法律呢 对不对 我喜欢中文 那我们就试着走一走 所以我是觉得还是要 就是说一方面不要钻牛角尖 另一方面呢 如果你真的真的特别热爱 我觉得还是要尝试一下 如果你没那么热爱 那我就找个好职业呗 挣点钱 是不是我的也挺好的 有些人是一背叛自己的故乡 为其点写作的 那我呢 可能是从故乡出发写作的 就从写中国在梁庄 出梁庄记 然后到梁庄十年 就我自己有一个 特别特别重要的变化 就是我在观看梁庄的时候 我的情感 我的位置 我的那个状态的变化 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这本书里面 我也是在琢磨这种东西 我到底有什么变化 那如果说中国在梁庄 和出梁庄记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思考 尤其是写中国在梁庄 那你会发现 好像前五千年的村庄 那个状态 都在这个村庄里边 人物的命运 可能背后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命题 我觉得这也是自然的 对于当时的 对于那个时候 到我来说是自然的 因为那时候 第一次写村庄 第一次写我的家乡 那所以呢 你会更多的 关注到那些 事件性的存在 所以你看 中国在梁庄里面写的 大部分都是事件 比如说五奶奶的孙子 淹死了 然后呢 那随着她的讲述 你会发现 这个淹死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首先她是一个留守儿童 五奶奶是一个留守老人 那条河为什么淹死了人呢 是因为那条河的挖沙 把那个河下面 一个个大的漩涡 那小孩子一下去 她就可能被击死了 那这个又有生态的问题 所以她确实能够 从一个人的命运里面 穿戴出就是一个 整个这个时代的 包括我们的文化状态的 包括这个村庄的 一个文明状态的 一个东西 那么写《初安庄记》的时候呢 因为《初安庄记》 写的是梁庄在外的打工者 就她是个更大的命题 因为梁庄的人 他走遍了中国的 大大小小的城市 然后在某个地方定居下来 那在那个城市里面 他是一个陌生人 他要在那边开拓空间 他怎么吃 怎么住 怎么流转 怎么去想他的梁庄 怎么想他生活的那个城市 他跟那个城市的居民 跟那个城市的制度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 就都是需要考察的一个东西 就它自然也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命题 甚至比中国内容更加复杂 因为它是更加现实的 冲突更多嘛 它面对的场景也更多 所以这两本书呢 可能自然地带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 整体性的一个眼光 一个视野 一种思考在里面 那我觉得就随着这十年的一个 一个不断地回梁庄 不断地和梁庄人交流 说话 所以你不可能 每次见五奶奶都提这个事件 对不对 你也不可能见到这些家庭 你还去提他那个当年那个 那可能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 日常存在的梁庄 日常存在的五奶奶 她怎么在村头 跟大家说话 是吧 她怎么样一天天过生活 那这个村庄里面的人呢 每一个日常状态 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这本书呢 更多的集中一个 日常化的梁庄人的生活 就在一个 好像是非常琐碎的 但我觉得是一个 更加深远的 内部的生命状态 我自己挺喜欢 现在这个状态的 就是这样一个 非常日常化 一个个的人特别有意思 他不能每天以泪洗面 对吧 他每天还要活着 还要吃 还要跟大家聊天 还要去见自己的亲人 我觉得这种 既温馨 然后又一点点 伤感 就因为时间在流逝 对吧 有些人去世了 比如说我的父亲去世了 在前两个书里面 都出现了 很多个人都去世了 然后还有些人长大了 就是时间在不停地流逝 就是有些人没了 但有些人又来了 所以这种 又有点伤感 又有点力量 同时又觉得 就是那种 生生不息的那种感觉 就很有一种 命运感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梁庄神言 可能是这样一种 一种感觉 就慢慢地会觉得 就是梁庄 及梁庄背后那个大地 那条河流 它是非常丰富的 它实际上承载了 你的少年的情感的 点点滴滴 我觉得人可能 就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点点幸福感 就是觉得 那个记忆中的那种细碎的 丰富的 幽远的一种东西 它觉得好像让你感觉到 你的时间没有虚度 我们怎么样对待父母的催婚呢 怎么样对待这个 这个父母跟我们的这个关系啊 所以有的时候你拿你在城里面 学到很多现代观念 你来批判你的父母 这是很容易 很轻易的一件事情 怎么那么落后啊 我结婚结婚跟你什么关系 这是我的隐私 但有的时候 你拐过来这场 你何必那么 何必那么去较真呢 他们也只不过去问你 比如尤其一些亲戚 是吧 你结婚了没有啊 你那个怎么没带男朋友回来啊 没有人逼迫你的 其实 大家都是一个聊天而已 那当然对于父母来说 可能是一个 有一种真正的压力 你没有结婚 你怎么怎么样 但我是觉得有的时候 年轻的人 也不必要有一种 优越的感觉 来对待父母的这种观念 它只是一种错位 它并非是一种 你的父母就一定保守 就落后 然后就一定是一个 成就的某种东西 如果你稍微敞开你的心 能去听一听 也没那么严重 其实是 所以我自己觉得 就是 有的时候实际上 是个关键的交流的问题 它并非就是说 你精神上真的就是毫无 负责 就是如果说 我觉得 就是我们在 我们作为一个年轻人 我们接受了 现代知识的教育 我们接受了 现代城市文明的洗礼 那么我们怎么样 面对家乡那样的存在 面对家乡的父母 甚至说 我们从一个大的概念 怎么样面对 乡村和城市这种关系 我自己是觉得 真的是应该一个 特别开放和宽容的 一个包容的一种心理 如果我们每个人 都有耐心的话 那你只会发现 在我们社会中 很多流行的关系 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我经常一直 特别愤怒 很多电视剧 塑造那些农民的 那种家庭的 出来的孩子 是吧 然后也怎么样去 全家人扑上去 然后把这个小孩吃光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小孩 怎么艰难 我觉得固然适用 但一定 一定不是全部 所以一个乡村 培养出来的孩子 你 你 你其实内心 是非常明白的 那是多么的艰难 就像我们家 我经常觉得比较我们家 那我的大姐可以不管我们 她可以不管我们的 那你因为她没有 她就像今天我们说的 我凭什么管你呢 对吧 但是她管了我们 管了我们之后 我们下面的几个孩子呢 她都有了 比如说上了学 那比如说像我 来到了北京 读了博士 可以思考 那像我的其他 其他姊妹们 他们都有个自己的工作 然后家庭也都还行 然后呢 就下一代 又下一代 可能都慢慢的 生活体验比较好 我们对我的大姐 对我们的大姐 是非常尊重的 我们她现在退学了 我们非常爱她 我们觉得 那怎么爱都不为过 那她也很享受这种爱 这难道就是说 如果我们 用我们现在的观念 就是说凭什么呢 但是我觉得 我们为什么 一定要用这种 凭什么这个词 来看待这种亲情 来看待这种相互的奉献 这种没办法之下的奉献 你说现在有一个孩子 假如他们家里修 姊妹三个 父母非常贫穷 然后供了一个孩子 来读书 那难道你管一管 你的弟弟 管管你的妹妹 就一定是一个负担吗 我觉得 这真的应该 重新换位来思考一下 你思考了 关于中国的乡村 你才能够明白 城市的逻辑来自于哪里 它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自己也是 写了《初遭遭记》之后 那我才深深地 深深地感觉到 感触到 我们以前在电视上 看的那都是符号的 所以有的时候 可能就简单的 那个佛娃娃的理解 可能还是非常有限的 我写了梁庄 写了十年 对吧 但你说你跟那片土地 你真的就有了关联吗 我也不敢说 我只能说 我自己 好像有了那么一点点 更深的一个东西 但真正的关联 你的思想 你的情感 你对那片土地的理解 你到了多大程度 其实非常难来衡量 所以我是觉得 作为一个年轻人 就其实 就是说 我觉得作为年轻人 你得是一个 就善于思考的年轻人 如果说你只是跟着新闻 跟着那些文章走 那可能就很容易被带动 所以你今天看到一个 官员农村的新闻 哇 太感动了 哭一哭 那你明天可能就忘了 但你怎么样 把这种感动 把这种 这种瞬间的新闻 看作一种 更深远的一个社会问题 看作更深远的 我们这个社会时代里边 一个内部的 根本的矛盾 我觉得这个是 实际上需要一种 需要一种有意识的 甚至是需要教育的 真的 我是觉得这样讲 就一个真正的思考者 不是说你一定要写书 而是说你要善于 从我们生活的 碎片的生活那一步 找到我们这个 时代根本的问题 但它对于你的生活 有什么帮助吗 好像没有 但是我觉得 作为一个公民 作为一个 普通的生活者 就我们在这个 时代的生活者 就作为一个人吧 我觉得还是应该 有一个基本的 一种思考的状态 那这种思考的状态下 才有可能 对所谓的土地 对所谓的乡村 这些大的命题 有一种真的思考 你在面对那些 概念化的那些话题的时候 你才有反思精神 甚至可以说 就这样一种 思考的状态 它会有助于你 思考生活中的 种种问题 而不单单是指的是 土地之间的关系 你跟城市之间 什么关系 你也说不清楚 我觉得实际上 在我们这个时代 恰恰需要一种 独立的思考 因为信息太多了 你会被迅速地带走 然后哗一个浪潮 是往这边呢 然后又哗一个浪潮 又翻转了 所以你自己为什么 不去找找资料 去看一看 而不去等那个翻转 那个翻转 背后可能还有翻转呢 所以你永远说不清楚 所以我是觉得 保持一种独立的思考 一种再问一个为什么 再问一个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那种精神 在始终在有 那这样呢 才能够跟当代之间 建立一个真切的联系 否则的话 我们只是在新闻的碎片里面 浮沉的一个人 所以我是觉得 年轻的时候呢 真的还是要 要多读书 多思考 那在那些 洪流一般的 这种信息里面 要试图占助 占助那么一点点 要努力占助 这个时候 你的反思精神 你的那种质疑精神 你的那种 独立的思考 是特别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 大家不要被那些 观念所学过 我们还是要 有一点坚定的那种 东西在里面 才可以 去真的往前走 那么一点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